新竹市長高鴻安在台上帶動跳 舞台有搭周陽鵬 這是消防體驗營 幼童們站在台下跳的認真賣力 大眼睛 畫眼 從表演市長致詞 然後學童體驗雲梯車搭乘等 整場活動孩子們在烈日下 曝曬一個多小時 這讓有些家長忍不住抱怨 市長官員坐在陰涼處 孩子曬太陽 質疑太官僚 消防局致歉說未來會更嚴謹規劃活動 而高雄參旅大學24號的校慶 學生也抱怨連連 當天天氣晴朗 太陽公公高高掛 有人熱道偷偷去躲在樹蔭下 學生指控活動規定不合理 開幕典禮點名不在現場 祭八節礦課 不能撐傘戴帽子 上廁所要看學生證登記 抽點名不在算礦課八堂 同學們抱怨都大學了 還被當成小學生對待 校慶不是可以自由參加嗎 可能有同學反映說 就是身體不太舒服 面對學生的抨擊 學校澄清校慶是重要活動 希望全體師生都參與 當天有特殊的因素都可依照流程請假 也沒禁止戴帽子 至於春傘是怕遮擋到其他人的視線 或刺傷別人 當天也都沒有強制禁止 活動有校外人士參加 為了學生的安全才會要求出示證件 這些規定引來抨擊聲浪 校方會在檢討 盡量取得平衡點 TVBS新聞陳世民方士城新竹高雄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